所以呢,我之前还有担心过,说咱们中国观众会不会看比赛,说太过于安静,但是显然是没有,这些到场的观众,我相信不仅仅是南宁观众,可能还有那从外地赶过来的体操迷,他们给予了所有来自全世界各国家地区选手同样的尊重,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这种理解,而且这些观众也非常的专业,什么叫专业呢,专业的体操观众,他是懂得什么时候鼓掌, 什么时候安静,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再来说一下这个赛事的志愿者们,因为我们通常打架到最多的是志愿者,不管是在安检工作上,还是在信息提供服务上,还是我们在场内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志愿者,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这些请求,他们都非常热情地帮我们解决,而且很多志愿者因为都是在校大学生,所以他们可能平时不是很有机会,那么多的机会接触到,特别是我们媒体的朋友, 但是我看他们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如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之外,他会马上主动积极地去寻求他的那些同伴们的帮助,来帮助我们媒体,来更好的报道,因为他们那种主人梦的心态,我特别能理解,对他们来说,帮助了我们媒体,就是更好的宣传,南宁市警赛,所以这样也使得这个城市和广西,能够在国际上,有更好的这种美誉度, 所以我觉得志愿者们也非常就是功不可没,所以这次我觉得,包括这个赛事的组织工作,之前我都有过担心,因为我知道国内的比赛,因为体操毕竟在国内不是那么大众,所以我们可能跟北美的观众,跟欧洲的观众相比呢,现场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次我发现,南宁市比赛的整个的比赛的氛围和组织是相当的有序, 而且我也知道,因为很多退役的体操选手,不管是知名还是不知名的,他们都参与了这次的体操的市警赛的,不管是裁判工作也好,还是赛事组委会的工作也好,他们都参与了,所以使得这些市警赛办的是非常的专业,很专业,我觉得得到这个字,这个包战也是很不容易的,刚才正英老师在评价的时候,我看袁佳强,裁判一直在点头,也一直在笑,其实这次比赛,你没有到现场来看,应该到这次比赛的, 他目前为止没有在现场看比赛,就是通过网络,通过媒体来看这个现场直播,看报道,那么您作为一个,可以说应该说作为受众了这次比赛,您怎么感受,您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今天是今天傍晚才下飞机,才到南宁,但是我下飞机的时候就到机场,就是看见世界警队赛的宣传品,这种宣传口号,各种宣传口号,各种宣传口号,各种宣传口号, 每个飞机场,都是一个很大的机场物,蓝蓝还有零零,就是一扫飞机,我就感受到这个,这次世界警告赛,就在蓝零, 然后我从这几天呢,我摸了还有这个电视的直播,就看到这次世界警告赛的主集,是非常专业,是应该是我历来参加过的比赛之中,最重视,最专业的一次, 而且整个比赛的转播,它是做得非常的完美,比如说嘛,我在那个缺帅,是一边在电脑,打开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转播,另外再打开蓝零电视台的转播, 我就可以按照那个转播的信号,继续进行打分,而且是不间断的打分,就是一个网上就可以打了提示套了, 所以我就觉得它那个转播的工作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我在人村亚军会的时候,我是当那个上班的低温, 那时候低温呢,除了是当那个裁判长的工作以外,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跟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转播的人员,大家协调, 比如说,什么时候就放那个信号,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打分,什么时候就开始输分,什么时候就开始那个开始的信号, 所以我就了解到了,这个转播的那个好坏,主要就是背后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对,首先这次就是主要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员,所以我在网络上能够能够能够看到那个比赛,感受到那个比赛, 转播的工作就非常出色了,首先就要感谢中央电视台,也要感谢南宁电视台,它有一个网络的转播的频道, 让我多一个机会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世界警告赛。 其实我们南宁电视台作为地方台来说,转播这么这个高级别的赛事应该说是第一次, 我们应该说是没有经验,但是我们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想努力做到最好, 陈老师之前看了资格赛,我们的转播没有,看了, 今天就是刚才他说完以后,我就特别想补充一句,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台, 能够再转播一场就是世界锦标赛,这种单向的国际级别的赛事当中, 能够这样全天候不间断的持续的聚焦的报道, 因为我非常,我做电视的话,我非常了解, 你要做这么长时间的报道,会需要派出大量的运播人员,采访人员, 那么这样的一个网撒出去之后,它才能捕捉到赛场上的那么多个点, 其实我做新闻工作和做电视工作这么长时间, 我知道一个片子30秒,但是它拍出来的素材绝对不止30秒, 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南京台肯定是派出了大量的记者, 去从各个点来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和多视角的报道, 而且我还看到南京台是多次采访, 而且专门还设了好多环节, 其实你们南京台的圣经赛报道, 我基本上每天只要我一起床, 我就开件事关注,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在赛前和赛后的一个整体的直播, 但是我看到南京台是它从, 不管是专题报道, 还是新闻当中, 还是在这个赛前赛后的访谈和分析, 比赛过程的直播啊, 对,它全天后的大通, 就可以说这成为一个, 南京市井赛的你们成为了一个体操市井赛频道, 就是在这段期间, 我们这次剧出一个频道来市井特别节目, 对,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觉得你们肯定是花了很大量的力和物力,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就是, 我记得我在大概是早两个月的时候, 我曾经到过这边来, 我们做过一些业务的沟通和交流, 跟我们上个课啊, 没不改, 那么当时呢有很多年轻的记者, 因为毕竟之前可能接触到的是那个社会新闻的报道的比较多一些, 的确我们接触这个专业性的, 特别是体操这么专业的东西, 基本没有,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次来, 但是就隔了两个月吧, 这是识别三日当瓜目相看, 大家看一看, 是两个专业词来说, 喉喉是道, 而且最特别是出镜的记者, 因为我们知道出镜记者, 他是现场看到的第一个, 就是第一视觉, 第一视觉看到的话呢, 他能够在镜头前大段的把今天呢, 因为我知道, 可能不是每场比赛, 特别是资格赛, 不是资格赛, 我们一天三场全部制作信号可以播出的, 那么第一场, 第二场就是我们不做信号的场次, 就要靠记者, 在现场从头到尾把比赛看完, 看完了以后, 凭自己的认知和拿到的成绩单, 他要把赛场发生的情况口述给观众, 这一点我觉得南宁台的记者, 我前两天看到的这个, 他们的报道非常的专业, 他能把重点抓到, 这是很难的, 因为体操这个项目, 不管是转播还是新闻的报道, 它基本上相当于体育, 像是项目当中的一个高等数学, 或者说是医学当中的神经外科, 所以你可见他的难度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这次上次我跟大家就是沟通了和一个接触, 就是交流了之后, 我觉得大家都做了功课, 而且功课做得非常好, 我们才可以看到全天后的一个体操市井赛的一个电视的报道, 好, 谢谢, 谢谢陈老师对我们这个做出的努力工作的肯定, 对我们这个评价, 我们也感到特别的新闻, 的确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包括像您说的彩编播, 包括我们的后期, 包括我们的技术, 都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努力和工作, 来达到今天想达到的这么一个水平, 作为一个受众人家层, 你在这个电视机械, 你说一直在关注我们蓝电台的直播, 您给我们提点意见好吗? 我真的没有特别的意见, 我就是一个字, 棒, 因为我举个例子嘛, 我们香港的运动员徐伟松, 是在第一天的比赛, 脚上那个尝试嘛, 我那时候我就很紧张, 他的表现会怎么样, 我就想到, 看蓝灵台, 看蓝灵台的网站那个直播, 然后我在他跳马那个比赛, 大概是早上差不多十一点左右, 然后就看见他, 成功完成了两条, 我就很兴奋了, 因为一般来讲, 一般的电视台, 是不会转播预赛, 而且可能转播预赛了, 也会转播一些比较重点的一些队队, 比如说中国队, 日本队, 美国队, 这样子, 香港队我想是应该是没有机会去播这个比赛, 但是蓝灵台的镜头就把焦点放在徐伟雄身上,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蓝灵台, 就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 因为香港运动员, 这次是第二次G2011年的世界警告赛, 再进那个世界警告赛的缺赛, 我就觉得是难免可贵的, 那我就觉得原家强其实他代表了一大部分在海外观看这个比赛的, 不管是外籍的观众, 还是咱们中国像香港地区, 中国澳门地级和中华台北地区的这些观众的需求,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看到这些中央舞台的播出的, 但是呢, 现在网络如此发达, 他们可以从网络上看到, 就包括这个袁裁判, 他在中国香港的话, 他也可以通过网络来看到南京台的播出, 这次我觉得运赛做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因为很多信号制作的问题呢, 我们可能只会转播重点场次, 但是我会发现你们是用单机, 应该是有四五单机, 他是拍整个预赛的前面的棋场, 可能有一些不是特别重点的选手, 他也会拍下来, 其实这个东西, 从我们中国大陆的观众来说, 我们会跟他关注自己的就是本土的队伍, 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的观众, 他们很希望我们作为东道主来说, 我们尽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视频, 因为我特别了解就是, 因为我以前在做每次试试比赛的背课工作的时候, 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想千方百计搜集到我们国家的选手, 或者说国外的一些有竞争力的对手, 他们在国际的一些知名或者不知名比赛当中的视频, 所以我觉得这个南京台, 他的预赛能够用想到, 为这些体操迷们做到这一点, 不仅仅是南京地区, 广西地区, 中国大陆地区, 我们实际上是为海外, 或者说是全球热爱体操的, 这些观众提供了他们最想要的, 第一手的宝贵的视频, 那在这我也代表我们的这个媒体人, 像专业人士对我们的肯定, 表示感谢, 像受众对我们的需要, 对我们这个媒体提供报道的肯定, 表示感谢, 谢谢两位, 好,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 南京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 阿美哥, 广经典原子属, 帮忙, 保证, 帮忙, 运前喝, 可以为即将受运的胚胎, 提供最好的生长水环境, 改善细胞的质量, 运气喝, 可以让宝宝充分吸收营养物质, 充满旺盛的活力, 发育更健康, 产后跟宝宝一起喝, 可以强壮母婴体质, 宝宝得以健康成长, 好水, 先给宝宝喝, 八贵凤凰城凤潮房, 千米国运风情商业街, 机场铁盘黄金街铺, 拦两千万机场高端客员, 庞大的人流带来旺盛消费需求, 吸引了新鸡酒店, 银行, 通信, 特色餐饮, 差还主力商家, 抢先建筑往事, 现凤潮房商业街全程招商, 超长免租期, 租金低至每平方米三十元, 预约电话, 零七七一三三九五八三零, 零七七一三三九五八三零, 比赛进行到今天的第四十五届体操式典赛的赛场已经接近尾声了, 十月十二号也就是明天, 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将会进行闭幕式, 那今天上午在广西体育中心体操馆内就进行了闭幕式的彩排, 我们一起来看看闭幕式都有哪些亮点, 第四十五届市锦赛的闭幕式共分为文艺表演和闭幕仪式两个环节, 与开幕式不同, 闭幕式要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完成, 如何在闭幕式当中既吐出浓浓的广西元素, 又要把仪式完成, 这对于导演李子军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们就在整个比赛完了以后, 实际上做了一个艺术的行为, 就是一个用一个二十米长的撞紧, 做一个行为跟歌手, 歌手用我们那个原生态的那个三哥安琴广, 这个这三个来演唱, 玩意我们的舞蹈演员手捧着撞紧, 做一个游走, 最后到了那个主题台上面, 把它一铺开。 由于时间, 第四闭幕式只有一个文艺表演节目, 虽然只有四分钟, 但是却浓缩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部情感。 那么我们就就是把那个市区十二个少数民族, 十二个少数民族全部集结在一起, 然后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撞入了多人铺的一个歌曲演唱, 就是《恩琴广》这一个, 用这个来浓缩四分多钟, 全部所有的情感, 所有的那些东西全部在这里涌现出来。 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表演这一段的创业。 本次闭幕式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将广西少数民族元素, 融入到闭幕式的每个环节当中, 处处凸显本节世锦赛, 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盛大举行的, 可谓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个交接旗这一块, 也是同样是我们选取了十二个少数民族的代表, 他们举着旗, 一直传递, 最后传到我们市长的手上, 再给我们市长交给体内主席, 体内主席再交到下一个局盘国。 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看到了明天闭幕式的一些亮点, 那天开幕式我相信陈老师在现场看到了, 原家强在我们的直播当中也看到了, 其实在开幕式, 不管是那天开幕式和明天的闭幕式当中, 里面都有很多我们的广西的元素在里面, 我知道陈老师跟我们南宁很有缘分, 在这里生活过, 对, 我小时候是, 其实我跟广西的这个渊源还是很深的, 我想我是出生在柳州, 但是我在南宁是上过小学, 所以这次我回到南宁应该说也算是我的一个主场了, 这次南宁回到家乡了, 对, 特别的亲切, 这么说吧, 就是说我下了飞机一到南宁, 觉得这里的空气, 我特别的熟悉, 包括老友粉的气味, 这次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南宁办市井赛应该说也是体操人, 中国体操人的一个中望所归, 因为南宁人还有广西人, 他们对体操这个项目, 这种技巧类的项目非常擅长, 我们跟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优秀的体操人才,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到南宁举办比赛呢, 整个给我的印象都非常的美好, 人家想了第一次来南宁吗? 对, 就是今天晚上刚上飞机, 就是我第一次到港西, 第一次到南宁, 也就是从机场到电视台的这么一段路上, 这么短短一段路对我们南宁有第一印象吗? 第一个印象觉得很亲切, 因为像我们香港人, 我们是讲广东话, 在这边我讲广东话, 他们都能听懂懂, 而且也很多人会讲我们的白话, 所以大家的语言共通, 觉得广西跟我们香港可能是一家人, 就是觉得很清晴, 而且这次数据表赛就在南宁举行, 我也是一个很业爱体操运动的, 一个裁判, 一个爱好者, 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南宁, 特别开心, 特别喜欢南宁, 那明天呢, 就是闭幕式了, 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 我们的这个第四十五天世界体操紧标赛, 应该说就即将圆满地画上记号, 呃, 跟我们说句祝福语吧, 明天的比赛呢, 实际上他有监布前面的五个项目的这个单向决赛之后, 然后呢, 决出这五块金牌之后呢, 就要落下了帷幕, 因为今天呢, 来了一位来自于中国香港的国际级裁判, 袁家强,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聊一下, 就是你觉得明天, 咱们, 呃, 不管是中国香港的选手, 还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 夺经典在哪里, 首先来聊一下石伟修, 你觉得明天他有希望拿个什么样的名词, 呃, 首先, 就是明天那个跳马的缺赛, 我觉得是近几年的世界警票赛的缺赛来讲, 最精彩了, 首先呢, 就是有奥运冠军, 梁河相, 然后呢, 朝鲜的运动员, 运动员, 他有两跳六点四, 非常非常满, 然后其他的运动员, 都是有两跳六点银, 然后还有那个白井尖上, 他有自己命名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世界警告赛的跳马缺赛, 全所未有的精彩,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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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跳马是一个非常偶然性的项目嘛, 因为跳马比较冷跳, 比如说运动员他完美的做完了第一跳, 但是第二跳有需要好离奇的, 就会有虚误, 虚误了就掉了名词了, 所以就像香港的虚误误, 他是在这个项目来自是比较特别的选手, 为什么呢, 虚误误他两跳, 一跳是两招的空翻, 一跳是转体的动作, 他的这个两跳是在这个组合嘛, 是在这八个选手里面, 是唯一一个的, 唯一一个这样子, 比如说像两河线, 它是两条都是转体的, 大井间上都是两条都是转体的, 然后俄罗斯啊, 那些选手, 巴西的选手啊, 都是两条都是空翻的, 虚误误是荒荒型的, 所以我觉得他会好特别, 他在这个八名选手里面, 好特别, 只有他的成绩, 我的期望, 他现在是第七名进缺赛, 我希望他能明天能够把自己的水平稳定发挥出来, 比如说第二条很关键, 他第二条可能有点不太稳定的地方, 我希望他明天能够能够稳住, 定住了, 然后啊, 我可能要明示再会往前面靠前了, 可能第四名, 也有可能有机会摸一下牌, 这个是对他作为明年进军, 那个巴西奥运会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这一次他的成绩好了, 也可能对他心理上有一个鼓舞, 明年还有一拼, 假如明年再能拿到世界锦标赛的奖牌的话, 他就能直接进军奥运会, 是第二次进军奥运会, 祝福十伟松, 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明天精彩的比赛, 我们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取得好的成绩, 稍后我们来继续收看世景快讯, 的意识 我把这首歌运会算太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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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宝药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个人单向拳赛中 姚金男 王会旦包揽了高低杠 冠亚军 刘洋 立桌男子调缓金牌 游号获得调缓铜牌 人杰凯市井 新加坡男子体操队接受火台专访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市井快训出闻言观 大家晚上好 我是宋阳 每天的市井快训为您带来市井赛的最新赛事资讯 还有我们的主播人杰 每天都会在市井赛的现场 为大家采访一些台前幕后的焦点人物 让大家共全面地了解第45届市井赛的盛况 同时参与我们南宁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微信的话题讨论 分享一个市井赛感受 好 先来看一下今天下午进行的个人单向决赛的比赛情况 那么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呢 中国队一姐姚金南发合出色一举夺冠 广西妹子黄卫丹和俄罗斯队的斯皮里多诺娃分获亚军和季军 女子高低杠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在资格赛中姚金南和黄卫丹就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 姚金南今天采用的是一套难度为6.9的动作 在所有参赛队员当中难度是最高的 随着她最后稳稳的落地 她也拿到了15.633分的高分 首次夺得世界冠军 并涛上诺犯告 接胖空班再接分腿上诺180抓告 广西妹子黄卫丹在比赛当中也发挥不俗 以15.566分获得亚军 俄罗斯队的斯皮里多诺娃以15.283分获得季军 今天下午中国队的刘洋在其擅长的调环项目当中呢 以无可挑剔的表现成功加冕第45届体仓世界赛男子调环冠军 在比赛中刘洋是第二个出场 她以一套6.9难度的动作 在比赛中完美的诠释了力量与精准之美 她稳稳的表现也拿到了9.033分的完整分 最后是获得了15.933分 当她稳稳的振臂一吼 全场观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上阶试检赛调环冠军巴西选手扎内蒂 此次比赛未能再续传奇 以15.733分屈居亚军 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游浩和俄罗斯选手并列获得几军 除了女子高地杠和男子调环决赛 那今天下午还进行了三项个人单项决赛 其中呢男子安马冠军是被来自匈牙利的选手贝尔基多德 男子自由操冠军是被俄罗斯的名将 丹尼斯阿布利亚西射入当中 朝鲜队的洪恩珍则是以0.045分的优势 力压美国队的伴斯多德女子跳马竞牌 在男子安马比赛中 由于去年世锦赛的安马冠军龟山耕平 在这个赛中失误落马 无缘此次决赛 无心中让21年该项目的冠军 来自匈牙利的贝尔基看到希望 结果不出所料 贝尔基以高水准的发挥 得到16.033分的高分 一举多亏 克罗蒂亚黑马菲利普 以15.783分获得亚军 继军被法国选手托马斯夺德 在男子自由操节赛当中 俄罗斯队的名奖 丹尼斯·阿布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